哈喽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我是二老师 今天老师要教你们数学 五十以内两位数 减一位数 借位减法 数十 那我们看第一个题目 十减二等于多少呢 还记得老师教你们打值的写吗 所以我们打值的写十位 各位十位这里我们写一 那各位这里我们写零 那这个二怎么办呢 二写在各位这里 我们换一条线符号减记得写 所以零能够减二吗 不能 因为零没有东西 不能减二 所以要怎么办呢 零在各位这里 各位就会跟十位借 十位十位借我十 可以吗 所以各位就跟十位借十 所以十位就借十给各位 所以十位这里就变成零 所以十就在这里了 因为十位借给各位十嘛 所以十能够减二吗 能 那么画十个苹果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对吗 所以我们刺了几粒苹果 两个苹果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减一二 好不好 我们减一二 所以剩下几粒苹果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谁 八 所以十减二等于八 所以我们看这里十位零嘛 变成零了嘛 只有八哈 要写下来吗 不需要 因为零了 我们就画一条线 所以十减二等于八 好不好 我们看下一题 所以二十减七等于多少呢 打直的写十位各位 二写在十位 零写在各位 七写在各位 打坏一条线 五号减 写一下 OK 所以零这里能够减七吗 不能 那又要怎么办 各位就要跟十位接十咯 所以要跟各位接十 所以这个十位这里就变成 一 因为它接十给各位了 所以各位就有十对吗 所以十能够减七吗 能 那我们画十个苹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对吗 所以我吃了七个苹果 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所以剩下几粒苹果呢 所以剩下几个苹果呢 一 二 三 所以剩下三 所以我们就写三在这里 十减七等于三 我们来看这十位 十位刚才接十给各位了吗 所以它就变成一 一就把它写下来 画一条线 所以答案是二十减七等于十三 好不好 我们看下一题 三十二减七等于多少呢 这我们打直的写十位 各位 十位写三 各位这里写二 这里七写在 各位 那画一条线符号减写 二能够减七吗 不能 所以我们就要跟十位 接十 十位接我十 所以十位就接它 各位十了 那十位这里三就变成二 所以十就接给各位了吗 所以各位十 解啊 十加二等于多少 它就变成十二 因为它接十给它 十加二等于十二 那十二能够减七吗 能 我们就算几个苹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所以十二个苹果 对吗 我吃了七个的话 剩下几粒 如果吃了七个的话 剩下几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哦 我们算剩下几个 一 二 三 四 五 所以五 所以十二 减七 等于五 好不好 那我们看十位这里 变成二了对吗 三变成二 因为我接十位给各位了 所以就二 二就把它写下来 坏了线 所以答案是 三十二 减七 等于二十五 对了吗 所以同学们 今天教学就到这里 就是五十以内 两位数 减一位数 借位减反 所以同学们 你们要加油了 如果也不明白的话 记得问老师 再见